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3月17号进行的一盘往棋 由黑方王兴浩对战白方盛敏军,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错小木,白棋青小木,黑棋大跳,白棋也手脚 黑棋挂脚,白棋也挂,之后右下先走一个简单的领时 左上双飞燕领时,黑棋拖完之后沾,白棋沾上 黑棋小尖,这个都是常规的下法 接下来白棋直接罩住,是一个白棋出头的好手 黑棋往两边冲,白棋就强硬的搬住 这里白棋的断点是比较多的 不过AI的一选呢,确实跟实战一样啊 就是往上面搬住 避开这里的这个复杂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黑棋选择反击的话 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首先看这个断打之后再打吃 那白棋长,黑棋冲出来 白棋不可能这样被这个黑棋给闷住的 所以说必须要冲 黑棋再打 白棋如果说拐出来呢,黑棋还是闷头 上面牵了一个这个冲断啊 这样白棋不太行 那白棋要这样去打,然后粘出来 黑棋可以先把外面给踢掉 这样黑棋踢出来一个硅甲 非常的厚啊 而且这个白棋上面这三颗子 就感觉已经快废掉了 不过呢,白棋往左边贴住 那黑棋脚上也不活 这个棋的话,黑棋可以看时机 发动脚上这个搬了之后 连搬的截针 白棋要是断打,黑棋就坐截 其实正下的话 黑棋也比较好掌握啊 毕竟这个外面非常的厚 脚上以后这个开截也是黑棋的权利 具体可以看这个盘面上的情况 这个是断打之后再打吃的下法 还有这种单挖的走法 直接挖的话呢 那白棋还是要拐头啊 不能被封住 黑棋长一个 这两手棋的交换黑棋便宜 然后白棋往上面去补断 顺便把上面这个斑的这个软头 变成硬头 黑棋打吃之后沾 白棋冲出去 黑棋再长 这样白棋这个可以先通过断反打 把这个冲断先手补掉 黑棋再一提 这样下呢 黑棋倒也还行 毕竟左边白棋为了出头连续压四路啊 这个是白棋损 上面的这个黑棋团在一起效率偏低啊 但是像白棋这种跳架也是无法夹住这个黑棋的 白棋两边也都同时需要处理 所以说这样下黑棋也可战 当然了实战这个直接往上搬 尝一个 避开这里战斗的这个下法呢 是AI所最为推荐的啊 这个也是比较的简明 白棋往左边逼住 黑棋贴住之后 靠压出来 这个地方黑棋要注意 如果说跳的话呢 白棋尖顶这个地方 黑棋是要被断的 因为你沾的话 白棋可以直接断上去 黑棋虽然说可以通过这个先手打吃 脚上这个时候扳完之后就可以立 白棋挡住 黑棋虎一个做活啊 但是这个活的比较小 而且这个外面黑棋这四颗子啊 就有点委屈了 白棋可以考虑这个飞一个 黑棋出头的话 还是没什么眼位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不能被断啊 实战的黑棋靠压 双一个 这样就连出去了 白棋长一个 先手破眼 然后下一手棋 这个直接往上补 稍微缓了一点 这个棋最好还是往中间去飞阵 黑棋要是这样去出头的话 很有可能也在帮助白棋左边补棋 至于上面这个冲断啊 黑棋随时冲断 白棋随时小肩 也是可以活脚的 没有必要提前去这个 未雨绸缪 在这补一手 因为走这的话 这个中间的头啊 被黑棋先占领 那这个对于周围的后保 影响还是挺大的 下一手棋 白棋走得很俗 就左边这个棋型 怕被黑棋夹击的话 这个病是一个 这个本手 实战白棋是贴住啊 凑黑棋 虎一个 然后再搬 黑棋再虎 白棋连回来啊 这一串真的是非常的俗 这个里面味道也很差 接下来 黑棋往上面飞出 这样的话 由于左上角还是有冲断啊 白棋至少要确保外面的头 是比较畅的 所以说白棋大跳出来 黑棋还是直接的去冲断了 接下来白棋中间飞刺 黑棋冲断啊 因为这个地方也不太肯直接沾 直接沾的话略显笨重 黑棋冲断 白棋贴出去 这个棋的话反正箭在弦上 双方也只有这个大打出手了 黑棋如果说不长啊 比如说走其他地方是没什么效果的 比如说这里扳一个之后再长 白棋断打你沾 白棋这个跳出 中间这里黑棋沾没有用啊 沾的话白棋随时可以贴出去 你要跳加的话 反正白棋提一个就连通了 沾上啊 如果说只是追求 把白棋的这个棋形搞得比较差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白棋就这样冲一个 让黑棋打出滚包 黑棋在补断啊 这个黑棋的毛病就很多了 首先呢 这个左上角这块棋不活 中间还牵了一个断点啊 这样黑棋就完全要崩溃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也就不要想着去反击了 直接把这颗子跑出来 白棋断打黑棋沾上 这样的话 黑棋先被封进去啊 但是白棋也需要继续出头 上面大跳 这个棋 白棋补在这的话 倒是给黑棋留了一个 这个可以有逃生的机会啊 就是穿向眼 穿向眼之后呢 白棋贴住 黑棋再断 白棋冲一个黑棋 拐打 这样就可以吃通 不过现在如果说 黑棋直接吃这几颗干子的话 是很亏的 这个也就史莱姆棋 被白棋先往中间补一手 就不划算 因为小棋到这儿 同时看住了黑棋这颗子 又威胁中间这两颗 黑棋出头的话 也不太好走啊 你要小棋的话 这个棋步调又慢 而且对白棋左边 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跳一个的话 有这个挖断 黑棋随便你怎么补 白棋这里沾上 让你的棋形变重 右边还有个断点 这样黑棋很难受 白棋中间就可以顺便直辜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这里穿向眼可以吃白棋 但是吃这个尾巴太小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黑棋不会用这一招 实战的黑棋还是直接作战 就把这颗棋筋给拽出来 白棋小尖逃跑 黑棋再长 之后白棋贴住 黑棋再往前长气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白棋左右两边 这个棋气都非常的紧 就看白棋愿意去补哪边了 如果说白棋补左边 基本上这里的空就全部围住 但是中间的这个棋就比较薄了 黑棋可以这个时候小尖逃跑 因为白棋现在肯定是得跑出来的 你不可能去补上面 补上面的话被黑棋往这飞风 走一走 这个棋就要出事了 所以说黑棋小尖白棋得逃跑 那上面又出问题了 这个地方被黑棋铐断 白棋显然不行 因为你要是冲断打吃的话 黑棋长一个 那这个棋白棋已经要被反杀了 上面扳头的话 那黑棋直接顶断 白棋也是凶多吉少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如果说只顾左边的空 中间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黑棋有这个小尖的好手 实战白棋是逃跑右边 逃跑右边 那中间暂时安定 但是被黑棋左边拐头的话 这个白棋也是浑身难受 这棋怎么补呢 你要是扳 扳的话明显有这个点方啊 而且两边同时点方 这个棋就味道太差 很容易出棋 所以说棋型的话 是像实战一样 跳方补在这的 但很明显这儿要漏 接下来黑棋往底下靠住 那这根棍子基本上就安定了 做根据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白棋开始发狠 这个眼见底下这个立方 暂时没有什么大碍 直接往上面去补掉这个穿枪眼 这一补的话呢 黑棋的刚才这个后门就没有了 接下来呢 黑棋大龙得去做活 那也别无其他的选择 只有发动这个左上角 斑满周连斑的截针 白棋断打上来 黑棋做截 接下来白棋提 之后黑棋找截财的话 还是得从这个 就是有利于黑棋大龙做活的这个截财 开始找起 不然的话其他地方都偏小 实战黑棋往中间挖 要吃鸡精 白棋打吃补棋 黑棋再提截 然后白棋往上面爬一个找这枚本身截 这个棋的话 其实黑棋还不太敢跟着硬了 你要是跟着虎一个被白棋提截的话 这个截财也 不太好找了 除非找中间 再找中间就把这个地方的味道全部给卖掉了 那你要不找中间的这个截财的话 找左边就不一定是截财了 因为白棋把这个截一削 是可以提在一路的 多了这个一路这颗子 对于黑棋的眼位破坏力很大 你黑棋要是立下去 白棋还可以猴一个 这样去连回 连回的话 这个里面也不太好出棋 那黑棋可能就要死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棋就省得这个危险了 就直接把截给削掉 最保险的方法 白棋往前挺头 黑棋虎一个 然后白棋倒虎做活 这样的话双方各自活棋 那黑棋前还可以啊 能够把这块棋活掉 并且还落到一个先手 又可以处理底下这一块 实战黑棋往脚上搬 白棋先往这个左边路搬 想先再搜刮一下 黑棋这个地方计算的 也是非常的准确啊 就直接选择 再搬进去掏空 这里一定是计算清楚的 白棋啊 他这个不敢去破黑棋 左上的这只眼 如果说白棋这样吼一个 让你这个走这儿的时候 白棋可以挤进去啊 这样去强杀黑棋的话 要出问题 因为这个白棋弃警 会被黑棋这里冲一个打吃 断打先手 再往上去白眼 你不敢去挤啊 你要挤的话就自己一起 再被黑棋打吃再紧气 然后黑棋往二路小间 白棋就这个不太行了 因为你要是靠下来的话 这个黑棋挖 你不敢打 打的话直接倒扑 冲的话黑棋贴住啊 你要提 因为打吃不入气啊 你就提 提的话黑棋拐打 直接把白棋上面这块给反杀了 所以说这个靠下来被黑棋挖白棋不行 那直接打吃呢 直接打吃黑棋可以挺投 因为你在打吃外面 因为你在打吃外面黑棋沾这个直接反杀气够了 你要提的话黑棋拐住这个也分不断黑棋啊 搬出来的话黑棋断打先手再一打吃 白棋又全部死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棋你猴下去强杀杀不了啊就是因为气景 实战呢白棋就自己补一手 补一个不断啊那黑棋往上面做活 白棋沾先手黑棋沾上 接下来白棋往脚上去长一个啊 这里在定型 黑棋长白棋挡住 这里基本上就没什么棋了啊 黑棋如果说以后沾白棋又跳一个 连回去 搬在脚上冲断的话也没棋 白棋还可以猴一个 力的话挡住 打吃沾上 脚上补的话呢就有白棋夹一个就行了 底下还有二路打吧 这个白棋不怕 那这里没有棋的话 黑棋还是回到底下去夹一个啊 这个棋一边做根据地 一边瞄着白棋中间的这个气景的问题 白棋虎下来黑棋打吃 沾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沾的话随时往这一打 你这个棋镜就沾不上了 再沾被黑棋断打倒扑了 这个棋镜很重要关系到后包 所以说白棋选择提掉 那这个棋型的话呢 黑棋虽然说可以这个 通过打持滚包连续滚打 这个很爽走的 但没什么用 因为黑棋往底下搬 去景气的时候白棋跳出啊 这个黑棋确实也拿捏不住 自己的这个断点两边还都有 所以说这个棋黑棋就选择双打吃了 接下来白棋的这个下法出现了问题啊 就是刚刚我们也强调过啊 AI觉得这个中间的棋筋是很重要的 就关系到中间的这个后续的攻防 所以说白棋拼死也要把这个三颗子给连回去啊 黑棋提结的话白棋这个结一定要撑住 具体的这个结材在哪呢 上面可以找 像这里的打入就算是一个结材 因为黑棋如果说敢不跟着硬的话 白棋靠一个 就要把黑棋左上这个大龙给卷进来 这个黑棋的气也够呛 那黑棋补的话呢 白棋再提结 反正以后像上面这里的挤啊 这个结材还是挺多的啊 总之这个结绝对不能让 这个关系到周围的这个死活问题和攻防问题 实战白棋走的也太大度了 这个就直接往上面打入 黑棋尖顶之后白棋就不沾了 中间三颗子不要了 往底下去打吃 这个棋被黑棋往中间拔花的话 白棋可以说这个亏惨了 这个棋提的话 这个黑棋可以说通盘铁后 然后白棋这个上方大龙啊 瞬间就变得这个非常的危险 甚至于说以后白棋底下还没有完全活干净 所以说这个地方棋经被提 白棋判断绝对是这个有问题的 然后白棋又开始往右上去掏空啊 三路点 这个棋黑棋杀不死 你要是压过来的话 白棋有这个三路拖 黑棋挖针的话 白棋虎一个啊 你打吃那白棋贴住活棋 实战的黑棋直接虎 白棋往脚上冲黑棋立 白棋拐头黑棋扳 然后白棋挡住 这个棋黑棋直接虎在外面啊 白棋小尖做活 这个空掏的是挺爽的 但是白棋要面直面一个问题啊 就是中间这个大龙怎么办 接下来白棋就要面临黑棋的这个全面攻击了 不仅是中间大龙 还有底下这一块 甚至于右边的这个拆二都会成为黑棋的攻击目标 接下来黑棋也是大展身手啊 先往这个地方去尖冲 这个棋一下 这个白棋的联络基本上就四分五裂了 那白棋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就相对来说这个拆二的处境肯定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应该优先去做活大龙啊 白棋可以先把这个上面的二路托 打持交换掉 然后直接靠上来去作业 先把这个活掉 右边的拆二虽然说被黑棋挡下来也挺伤的啊 但是往脚上飞至少是活起 黑棋靠住的话 将以后这个并回来 是吧 再一粒或者说斑 都活的啊 这个棋 反正就先把这几块棋都活掉 接下来还可以慢慢的再去磨关子 实战的白棋也下得太贪心了 或者说严重低估了黑棋后续的这个杀棋的这个威力啊 所以说还要再爬 还要继续摊这点空 那黑棋开始这个亮出这个图棱刀了 先往上面去小尖破眼 中间还有跨段 白棋小尖连回 黑棋再跳出 这个冲段也没什么用啊 冲段的话黑棋就长就行了 所以说白棋往前跳啊 黑棋再把右边这颗子一长 现在呢白棋的出口是越来越狭窄啊 基本上也就右边这里有希望可以联络 接下来白棋往右边飞 上面有一个斑段 黑棋也就连回 慢慢的把这个包围圈给收紧 下来其实白棋也没什么招可以联络了 比如说往这个二路飞 没用 黑棋可以冲完之后碰上去啊 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白棋随便你往哪边顶住 黑棋沾上连回去咔嚓一段 这个联络肯定是无法联络了 白棋现在唯一的机会呢 就中间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突破黑棋的封锁 这个是往二路飞的下方 实战这个相簿飞过来也差不多啊 跟刚才大同小异 黑棋穿向眼 白棋先往外蹦一个 黑棋靠住 接下来白棋右边冲断 这个是个先手 黑棋挡下去补棋 然后白棋扳黑棋断 这里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刻了 白棋现在如果说能把右边的这个黑子啊 给他封锁的话 那完全可以反杀 但是外面没棋里面想要进火也非常的困难 接下来白棋往这个底下去打吃 这个时候非常考验黑棋的这个计算力 如果说呢黑棋沾上的话 中间有这一窗会让黑棋很难受 你敢不敢去搬住 搬的话白棋断 那你这两颗子只有打吃联络 那白棋断打先手的话 外面再一包围啊 这个里面黑棋的气太紧了 像这里的断打都出不了什么气 所以说这个瞻啊 基本上是不太行的 被白棋冲你挡不住 那你只有拐打 白棋再冲出来 你再搬黑棋 白棋团住 那黑棋就不行了 只有往中间去提补断 白棋打吃 再一沾联络 这个地方就漏了 所以说沾不行 那又可能想到上面这个反打 这个反打的话呢 白棋还是往中间冲 冲完肉里挡住 他再一提 那黑棋的断点太多了 你这个挖沾补掉这个段的话 白棋往中间咔嚓一段 你上面去打吃的话 白棋还可以往这儿去顶打 长的话呢 马上就有这个结针了 你要是提掉的话 上面打 还是个结 这个棋 黑棋打吃 白棋提结 这个打结的话呢 白棋的结才太多了 有各种的这个本身结 包括这个 比如说中间这个打吃啊之类的 这样黑棋杀不了 所以说这里啊 不要看胜率 好像白棋已经快被 这个黑棋给制服了 但是 确实黑棋如果说一招不胜啊 很有可能这个棋就要被翻 实战黑棋拐打在左边 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先手补掉中间的这个冲断 然后白棋提 黑棋再往上喉一个啊 这个地方黑棋下的非常冷静 右边这三颗子 死不死无所谓 只要能把你这个上面大龙冲断就行 白棋直接粘肯定不行啊 直接粘黑棋就冲断 这颗棋筋 白棋吃不住 上面打的话黑棋长 粘上的话 黑棋把这个棋给补掉啊 一粘那白棋就死透了 这样转换的话 很明显白棋亏大 实战白棋是在里面 虎一个想要作演 那黑棋往旁边虎一个 白棋挡住 这里现在做出来一只眼啊 黑棋先吼一个啊 马上还是可以挤进去 这边还是半只眼 然后白棋中间团住 黑棋冲 你现在去沾肯定是活不了的 这个随便挤哪个都是 在夹眼啊 这个白棋最多里面一只眼 所以说白棋开始 这个在上面开始乱绞 先点刺一下 这个是为了扩大眼味 想办法在右上再搞出来一只眼 黑棋呢也是避免 这个里面的麻烦啊 就直接往右边冲一个啊 这个先把里的后路全部断开 要能杀的话就全部把白棋 这个杀在这个里面 下手棋白棋这个断是一个问题 可以说导致白棋最终的失利 这个棋呢 白棋既然扩大眼味的话呢 肯定应该先打持啊 先打持把这个中间的断补掉再说 至少这儿已经有一只眼了 因为两只后手眼嘛 黑棋上面这个还要防一手白棋的 这个断啊 右上角 所以说黑棋要团住 这里联络之后再缩小眼位 那白棋可以扳 把这个眼强行的给撑住 这个里面黑棋冲 打持 因为白棋右边这里还有挖断嘛 可以把这黑棋三颗子给割下来 黑棋还要打持 这个棋基本上算是白棋可以无条件打赢的 黑棋也只有战胜 然后白棋上面这一棋也是这个 先手啊 黑棋现在冲击一只眼来不及 因为白棋可以上面断打 你沾的话就沾上反杀了 所以说几个黑棋也只有沾 这样的话白棋就再往左边先做出来一只眼啊 沾上 黑棋恰一个去破掉另外一只眼 那白棋这个右上沾上又有一只打结眼啊 这个立方形成一个打结活 然后白棋再去找结材想办法获齐啊 这个棋只能说毕竟有个结嘛 白棋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还是能找到一些本身结的 始战白棋并没有去往这扩大眼位啊 这个往上面去断一下 这个就令人费解啊 被黑棋往这一比顶啊 这个白棋的生存空间迅速的缩小 接下来白棋往上面打持 黑棋沾上 走到这儿呢 白棋也就认输了 不是认输了 这个棋白棋就超时了 最终黑棋胜利 这个棋如果说没有超时 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白棋也只能往前冲了 黑棋可以挡住 白棋还是不行啊 你怎么办 这个棋如果断双打持的话 黑棋就沾上 翻打白棋 提掉的话 黑棋再打持滚包颇眼 沾上的话 黑棋再往这咔嚓一断 白棋已然杀不过黑棋啊 首先你这个左边已经全死了 右上这一半的话也活不了 因为你断持黑棋上面这颗子 黑棋长 白棋贴住 黑棋有两口棋 但是右边黑棋先动手啊 这里打持 挖一个打持 再打 直接一起就把白棋给闷死 所以说这样白棋哪块都活不下来 那再换一种啊 这个白棋不去双打持 直接往上断打 黑棋又立 白棋从这儿打持传出来的话 可以啊 黑棋让你回去 但是呢 黑棋可以通过这个打持 再打滚包 就把这个断 线手给补好 线手补好之后 再把右边这三颗子 往外面一冲 也就不怕白棋这个挖断了 你再挖断的话 这个结都不用打 直接打持就把你给加死 再打再加 这个断一补 白棋就彻底没戏了 你断右上 黑棋再一冲 这个里面还是全得死 这个完全死透 所以说这个棋最终的结果 其实跟白棋超不超时也没关系啊 不管是看胜率也好 还是往下再摆一摆也好 白棋肯定是死路一条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啊 白棋最大的问题 主要就是在中间这个地方 黑棋打持这三颗棋筋 白棋就轻易的给了 这一给的话 白棋接下来这个棋就非常薄 结果黑棋也是通过 骚扰白棋右边的这个柴儿 形成一堵包围圈 然后痛下杀手 把白棋大龙 直接困死在这个包围圈之内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